到現在吹哨哲保護法跟大家報告 跳票2523天啊 2523天 2523天是什麼概念啊 大家可以一起想一想 台灣還有多少時間可以這樣戳躲下去啊 我們還要讓勇於出來吹哨的人 遭受到迫害遭受到追殺 到什麼時候啊 這個是立法院 要非常嚴肅面對的問題啊 真的要非常嚴肅面對的問題啊 不要為了保護少數的大金庫的老闆 讓一堆需要被保護的吹哨的人 沒有辦法得到正常的保護 我們首次反貪腐國家公約的報告 說要制定公司部門揭蔽者保護機制 這個報告是2018年啊 這是我國將反貪腐公約 國內法化了以後 我們所付的國家義務啊 我們所付的國家義務 2018年講到現在 國際審查委員建議我們要立法處理揭蔽者保護 第二次國家報告的時候 說要公司部門合併 我們的政府的態度啊 是變來變去 一會兒要分開 一會兒要合在一起 然後結果呢 國際審查委員 指責立法院 那立法院優先審議揭蔽者保護法 但我們的反貪腐國家公約 包括那個國家報告本身 包括找國際審查委員來審查本身 花了納稅人不少錢啊 花了納稅人這麼多錢 結果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花納稅人的錢大拜拜 搞得很熱鬧 發新聞稿 國際審查委員來 也告訴了我們國家該做的什麼事情 有做嗎 有做嗎 做在哪裡 做到今天啊 揭蔽者保護法的草案我們的行政院啊 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還要拖多久 然後結果最近一次又轉彎了 一開始是要公司分開 後來要公司合併 現在又要公司分開 光這個基礎的問題 光這個基礎的問題 現在成為什麼拖延的藉口 拖延的藉口 每次問到 永遠都在演藝 我只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跳票2500多天了 還不夠久嗎 台灣還有多少個2500多天 被迫害的吹哨者 還有多少個2500多天 這不是法律設計 要怎麼設計的問題 我報告過了 我們的學者專家 我們律師界的先進 我們的法官都很認真啊 過去這十幾年來 累積的論述 汗牛衝動 相關可以演藝的資料 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2016到2020年 那一屆 我們的法務部 還有自己提草案出來 結果到現在 2024年 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的行政院 草案在哪裡 不見蹤影 每一次問 永遠就在拖 永遠都在混 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會持續的演繹 持續的探討 持續的演繹 持續的探討 我不希望下一次 立法院的司法法制委員會 繼續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十年以後 十年以後 我們依然在演繹 依然在探討 到底要是公司合併 還是要公司分開 吹哨者 被迫害的人 在角落裡面哭泣 前往大財團 大金控的老闆 在那邊笑哈哈 我簡單舉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我前一陣子揭發了 我前一陣子揭發了 我們 上市公司 還是我們綠能國家隊 拿納稅人30億 結果幹什麼事情 在我們的軍事要塞 裡面放了 會危害國家安全 會危害國家安全 不是我說的 我們國安局說的 會危害國家安全 的中國支通訊產品 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有人檢舉嘛 有人吹哨嘛 他不吹哨 他不吹哨 社會怎麼知道這件事 大家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我在設計這個機制的時候 要在這個上市公司裡面的人 他們如何自處 第一個 跟老闆報告 老闆你這樣做不對 老闆說你明天回家吃自己 這個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人 在職場的經驗 第二個 第二個他要怎麼做 跟主管機關 聚名檢舉 公司很快就知道 這個人是誰 知道了又怎麼樣 他被追殺了又怎麼樣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 到底要他如何自處 總要給他一個行為準則嘛 什麼時候你可以揭蔽 什麼時候你不可以揭蔽 什麼時候你揭蔽會被保護 什麼時候你揭蔽會用泄密罪 來追溯你 當然不是全部都保護啊 但我們也不可以放任 這些人永遠被追殺 那這正是需要揭蔽者保護法嘛 把法律要件講清楚 把法律效果講清楚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這一屆國會 責無旁貸的任務 一定要完成 那我利用這個機會 非常感謝啊 招偉 中憲 很認真 排了選答 又排了公聽會 我希望下一次在排案的時候 就我們可以爭槍實彈 進入竹條審查 因為台灣社會 等太久了 我們違反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義務 違反太久了 從死改國事會議的決議到現在 跳票太久了 需要立法院 激起的採取行動 謝謝大家 謝謝國長委員 那因為今天是沒有行政院的代表 那我這邊也是要 呃 因為 呃 剛好國中委員在這邊 我這邊也要跟行政院呼籲一下 拜託你們院版什麼時候才要出來 今天立法委員都已經 長時間一直在關注這個案子 然後大家也都提出相關的 那如果行政院的 那邊的草案 就行政院那邊的草案 卻躺了那麼久 那請問一下行政院到底什麼時候才要提出來 好 那希望行政院能夠趕快把案子提到立法院來 那麼目前呢 在既有的 呃規範當中的不同的型態不同規模的公司 呃都已經有採取不同的房地措施 但是不是每個企業的規模 都會有這樣一個內部內 經內控的部門存在往下看齁 譬如說台灣呢 我們的中小企業佔全體企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那如果一個五人的公司 二十人的公司 那麼通常遇到一種情況 會有什麼情況呢 舉例來講 曾經就發生過有離職員工 去烏龍爆料 照說如果你對於你所處的企業 有些弊端 損失到公共的利益 你可以向政府部門檢舉 但是我們實務上看到的 可能就直接跟媒體爆料 透過報導 那麼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 那開始進行調查 結果說烏龍爆料呢 這個業者啊 本身他是商譽受損 因此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因為規模過小 沒有辦法有內部的內進內控 那我們要怎麼樣 在這樣的接閉者的保護當中 去注意到避免惡議員工的烏龍爆料 涉及到對於企業的損害呢 我只能說 沒有那麼多做不到 而是我們到底想不想做這件事 我直白說啦 而且我直說好了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這些弊案 包括交通 食安環境 金融等等 或者政府內部的 能夠跟私部門沒有關係嗎 我也很直說啦 今天黃國昌委員 上一次一直在追問 我現在很欣慰說 我們現在立法院有調查權 我真的要問一下 能不能請黃委員到時候調一下 到底哪一個大金控啊 又花了多少錢啊 來做這些事情 你想想看最近 從疫情以來的很多可能的弊端 我就直白講 他真的必須一定要是那種大公司嗎 他可能五十萬的一個小吃店 也可以接一個案子啊 也接了很多錢啊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知道啊 那當然他就不是上市貴公司囉 那所以這個到底我們要怎麼去 這個地方難道沒有漏洞嗎 其實我很坦白說啦 立法的這個意志上 我自己擔任了這個四年的立委 過去在第十屆的時候 其實我很明確的說實話 這個立法的問題喔 真的常常不是在於什麼技術啦 細節 有時候很多講細節的人 只不過是不想要推動這個立法而已 大家會談說揭蔽動機規範不足 被揭蔽著自己的權益呢 當然要保障啊 這個我也同意保障啊 那直接在立法上就把它保障好啊 如果他不符合公益揭蔽 他必須受法律追訴啊 OK啊就立法嘛 就把它寫清楚嘛 他如果說做這些事情 他是取得不振的利益 那OK啊 追訴他啊 那這件事情跟要不要立這個 揭蔽著保護法 會衝突嗎 一點都不會衝突 也有人說 這樣對中小企業衝擊是不是很大 比如說說 比如說因為我們常在揭蔽的這個過程中 有禁止不利益人士的這個措施 有一些中小企業就十個人八個人 那你現在就把它先這樣子弄下去之後 他是不是沒有彈性 沒有關係啊 你把它分成處理啊 就是技術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啊 過去為什麼 蔡總統蔡前總統 他自己的政見呢 為什麼就沒有辦法八年來就不能落實 民進黨想要過的法案一定鐵定能過嘛 他不要過的就永遠不能過嘛 今天賴總統也講得很明白了� 樹灘打炸治安是他最重要的 民眾已經給民進黨兩屆的機會了 現在是第三屆了 如果再做不出一點效果來 其實我覺得民眾真的會大反彈 被指示的大部分 每種公司在那裡 都不要被指示的 非常有暢的 在一起 一定要封印